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好用的油布 烘焙布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叫它 把它切到适合的尺寸 这个内镜 然后呢 就可以这样放进去 那我就把 透明胶带 这边贴一下 这边也贴一下 这边也贴一下 然后 就这样 就可以了 等到你的灶液做好 就倒到里面 那有时候保险起见 因为我这个东西 已经要裂不裂的 用太多次了 所以我会在最底下 还是照样包 这里还是照样包保鲜膜垫着 这样它就算漏的话 也不会漏得太严重 垫好了之后 我再放这个进去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 可以用很多次 它是可以进烤箱的 所以可以耐高温上百度的 那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 之前我是用它来烤面包的 所以它已经被烤箱 烤过很多次 所以就变色了 但是 肥皂在里面照样不会沾 不会黏 我之所以会使用它 就是因为 我们用了太多的塑胶制品 那你们都知道 塑胶是 不能消灭的 很破坏环境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使用这种 可以重复使用的 产品 然后又可以达到 我们想要的效果 让我们的肥皂很漂亮 好 这是我昨天晚上做的 这四边被我贴起来了 OK OK 反面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推一下 但是 我自己给它 就这么做 我去做 不顶不大 就这么做 不顶不顶不但 你到底是哪装 我画的 我去的 最好的 你 都是 我 可以 好了 拖完了 就这样 再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清理 这个烤焙布又叫油布 其实它就是玻璃纤维 我就是用一个刮的 先把它刮一下 这角落被我切开了 所以有点要裂开 用了太久了 这反面 也刮一下 因为这反面也脏了 然后我就用湿布擦一擦 或者用水冲 一下子就干净了 下次就可以再用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已经被我虐待了很多次了 所以颜色都有点变 但是它还是不黏 谢谢收看